这节课呢我们对第四章的内容XML装配 做一个快速的回顾和简单的总结 那么第四章呢我们主要讲的就是通过XML形式 装配我们的Spring当中的并对象 那么首先我们讲了ID属性和内蒙属性的区别 接下来呢我们详细的讲了通过构造函数如何进行依赖注入 那么通过构造函数进行依赖注入呢有两种主要的方式 第一种呢就是使用ConstructorArg元素 第二种呢是使用C名称空间 那么在构造函数注入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还注入了一些复杂类型 这里面包括集合中的List、Site、Map以及数组类型的元素 接下来呢我们又讲了如何进行属性的注入 那么属性注入呢主要是调用了类的Site方法 那么借助于我们XML配置文件当中的Property元素 并且呢还有一个P名称空间的解决方案呢 要比Property元素呢更为简洁 那么YouTube名称空间呢可以帮助我们和P名称空间结合起来 来处理集合类型的元素的注入 最后呢我们对前面几个章节当中 我们所讲的三种的装配方式做一个总结 那么这三种装配方式分别是自动装配、Java装配和XML装配 三种方式实现的功能实际上是一致的 在很多开发场景下具体选择哪种方案 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个人喜好的问题 而且这些不同的配置风格呢是可以相互搭配的 所以你可以选择使用XML装配一些bin 使用基于Java的配置来装配另外的一些bin 而将剩余的bin呢让Spring的自动发现机制去处理 当然了如果你在项目团队中 就要按照团队的编码规范来开发你的程序 那我的建议呢是尽可能的使用自动装配机制 显示的配置越少越好 其次呢是使用JavaConfig 最后呢再考虑使用XML的形式 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三种装配方式呢 基本上就告一段落了 那在后面的章节当中呢 我们还会针对前面我们所讲的内容呢 进行一些更深入的讲解 所以后面的章节呢我们将会讲高级装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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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